1933年,甘肃临下街头的匠人,这些老照片记录了军阀马家军,控制下的西北社会面貌,马家军是民国十七时纪控制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的地方军阀名称,其主要人物包括马不芳、马洪奎和马洪斌等,合称为西北三马。 1936年,宁夏零五线拉运货物的马夫、马家军主要分为青海马家军马骑、马林、马不清、马不芳和宁夏马家军马洪斌、马洪奎。 无论是北洋时代还是蒋介石时代,他们都承认中央政府,同时保持治理权利。1933年,青海一户人家。 1930年代开始,蒋介石想加强对西北的控制,任命孙电英为青海西区屯墾都办,马洪奎、马洪斌、马不芳、马不芳等孔地盘南宝、乃联合聚孙,史称四马聚孙战争。 经过四个月激战,乙孙电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。1933年,青海妇女,由于历史、地理、气候等原因,西北地区的百姓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。 而控制这一地区的马家军,为争笔盘打得不可开交,忽视发展生产、改善民生,加剧了经济衰败。 1933年,青海的神雕大侠。1933年,西宁的街道,军阀在此地征收各种可捐杂税,还抓丁拉夫,为了应付多如牛毛的捐税,农民们不再种植粮食,而改种收益更高的鸦片。 这导致工商业发展基础更薄弱,抗灾能力更低。1936年宁夏小学生,1932年到1933年,女孩乔林鹏侠利用半年多时间, 考察了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,对那里的贫穷状况有鲜活记录,比如,她在甘肃途径一个村庄,入村鸡犬无闻,借无人迹,两旁房屋,举城残破,隶属石户无不如此,忽偶不一空实败,寺内微有生息。 使入,仍不能见物,少请,忽发献无小游母女三人,裸而无依,坐于热灰而取暖,受削无惠之面目身躯,鬼物是知,恐犹不免有逊色。 1936年,宁夏威州街景,两头骆驼慢悠悠走过尽头,1936年,宁夏银川街景,街上人不多。 1936年,宁夏银川街景,918事变后,为了抗战建国,国民政府注意到了西北开发建设的问题,1932年到1935年,通过了十几项相关议案,开发西北,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,因为战争因素的干扰,西北的发展程度有限。